這段母雞總統蔡英文南下 為許智傑站台 兩人並肩參拜高雄 鳳山 龍山寺 二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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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鞏固南台灣 綠營目標喊出要八仙過海 鳳山這一席更是一票不能少 因為對手也是來勢洶洶 拜訟鄉親是大 團結人流 國民黨的忠義眾 找來柯智恩坐鎮 超得掃街 立平支持率 而且直攻許智傑的本命區 在未來的選戰當中 我們全力全力來立挺眾議眾 讓他能夠跟我在立法院當同事 對於目前的選情 我們是越來越有信心 而鳳山在高雄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因為人口數高達35萬人 全市最多 連選舉人也有29萬 許智傑在2020的選舉中 得到11萬4千余票 超過五成一支持率 這次還要挑戰四連霸 接下來包括站路口 車掃 親子活動 大咖也會接連來幫我站台拉台 我們對選情有信心 我也知道現在的年輕人 真的是過得非常的辛苦 未來進到立法院 我會全力的來推動 這個減壓革命青春正義 藍衣喊出坐一望二搶三拼四 綠營則是要八仙過海 綠地藍天會不會改朝換代 雙方都要衝刺到最後一刻 歡迎新聞 林維凱 王軍紅 劉北搖 高雄採訪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